沒有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87B隊對上台灣A隊 這場比賽是國家盃比賽式的BO5比賽 只要拿到三勝的玩家就可以獲得比賽 這場比賽我覺得台灣A隊是有極大優勢的 因為台灣A隊來說的話 算是比較偏團隊隊伍的一個隊伍 KM本身我們台灣隊就很常在打這個團隊比賽 單挑部分的話可能沒有像其他的viper 又他們比較那麼勤練 我覺得團隊比賽來說 對台灣A隊是有相當努力的一個項目 好 那我們就稍微來講解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中間是有青苔路的 可以互相通聯 中間有大量的魚群可以做捕魚 這個地圖最特別的地方是 他的隊友分佈是蠻特別的 是橫向展開的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他這邊是巴西B隊的 你看這邊都是他的隊友 是走一個直向的 然後這樣直直過去圍起來 那台灣A隊在這裡 所以這個打法戰術就會變得有點尷尬 因為有點算是你的戰術沒辦法很明確 該招怎麼打 有點像是突然中間錯了一條河的阿拉伯 可以直接把他當阿拉伯打 沒什麼問題 當然這張地圖又比阿拉伯的黃金數量更多一點 你看黃金到處都是 其實你隨便找一下多個黃金可以嗎 所以這張地圖我會比較判定為比較偏後期的地圖 如果要打快攻的話 雖然也是可以 因為畢竟有點像是阿拉伯的感覺 那我覺得 不管是打一個後期或前期來說 這個是有點算是阿拉伯支援強化版的感覺 這樣去理解這張地圖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稍微介紹文明的部分 波蘭這邊內加選的是 不好意思 波蘭這邊選的是波蘭 波蘭內加的話一定要是打快攻 那快攻的部分就是一定要在城堡 中後期或是帝王初期的時候打死對方 不然出到大後期的話 瑞芳遊俠出來之後或是重中駱駝 大量生產的時候 波蘭的優勢就會漸漸無力起來 我會建議8CB隊的這邊 如果能打一個快攻就打快攻 盡早把對方打死就好 再來看一下越南 越南這邊選擇的是 越南這個文明 我覺得外加來說是非常好的 他本身的工兵來說血量很多 在互換來說是一定有優勢在的 而且城堡之後還可以出騰甲工兵 打這個騎士阿對方的工兵 都有效果非常好 那也算是一個比較中規中矩的文明 並沒有太大的弱點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青色 青色選的是伯根帝 伯根帝的話經濟非常好 遊俠的升級也是半價 馬舊單位都是 馬舊的科技全部都是半價 這個輕騎兵也是 而且後期還可以革命 如果直接滅兩家也是有可能的 再來就是他的這個 馬上輕裝兵 有這個強大的突擊能力 如果中後期轉這個 馬上輕裝騎兵也是一個選擇 但是他沒有這個品種 所以這個遊俠可能會比較弱一些 但是沒有關係 他的一個優勢就是提早升級 做出遊俠的一個優勢在 有點像是波蘭的感覺 但這個遊俠又比波蘭的重裝騎士又搶上一些 所以我覺得這一邊 巴西B隊的一個目標 應該是要打一個快攻 好接下來看一下灰色 灰色這邊是選擇了不列顛 不列顛的話身為外加工兵來說 算是一個 不算非常強勢 但是也算是 中上等級的一個文明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是因為他的工兵雖然有這個射程加成 但這個加成也只到 城堡時代才開始加一射程 所以造成說他前期來說 並不會有太大的優勢在 那到城堡時代雖然有射程優勢 但是他相對來說沒有拇指環 射速來說 只要被對方的工兵貼上來之後 可能會輸給對方 所以不列顛這個文明 還是會比較建議 就是上城堡時代之後 插城堡出長工兵 然後開始開農 去轉出一些經濟 再繼續出工兵啊巨頭 這些的操作來打 會對不列顛來說是一件好事 接下來看一下 我們台灣A隊選DS 選的是不列顛 剛剛才講不列顛射速很慢 馬上就來了一個一索射 一索射的工兵射速非常快速 是全遊戲裡面工兵射速最快的文明 而且他有免費的重裝槍兵可以升級 所以他在一個防守對方奇兵來說 單挑來說是蠻好用的 因為槍兵不用升級 馬上就直接省了200多肉 然後你就可以去點科技啊伐木啊農田那些的 所以我覺得一索射比亞這個文明選擇相當漂亮 而且後期還有這個 擴散工程器的一個效果 頭車火炮巨頭 這個爆炸的範圍會變大 更容易擊倒敵人 所以我覺得一索射比亞這個在團戰來說 是一個首選文明之一 接下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選的是這個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這位選手是PRYDZ 他之前也是一位紫月選手跟DZ好像蠻像 但我忘記他是玩什麼的 應該是英雄聯盟吧 沒意外的話 我有點不太知道他是玩什麼的 如果有觀眾知道的話 可以歡迎在下面補充給我 黃色選的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也是非常精銳的一個文明 本身經濟來說就已經很強大了 而且也有免費的20%血量加成 雖然封建時代只有多加個9滴血 但是可以多扛2滴 就是很讚了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法蘭克人遇到對方點評種的情況下 可能會打輸 所以法蘭克只要在城堡時代 經過封建時代之後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後面的遊俠 跟一些暴禁禁來說 或是城堡開叉 都不是太大的一個問題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紫色 紫色是我們台灣最強的高手雲大 克勞德 克勞德他在他的twitch上面 有這個 他有在開課程 就是如果大家想學世紀帝國的話 台灣頂尖的高手 可以直接一對一指導你 當然這個是要付費的 那如果你想要支持克勞德 或者是想要學習一下他的打法的話 歡迎去報名他的比賽 那當然我是沒有收他的工商費或廣告費 我只是單純想要幫他宣傳一下 因為畢竟克勞德也是 教會我們蠻多高端的技巧的 然後我本身平常我會偷看他的頻道 學一些相關知識 好 克勞德選的是馬扎爾 馬扎爾的話這個文明 軍技上來說會薄弱一點 但是優勢上是會直接給你的鍛造技術 刺猴的攻擊力會馬上給你一攻 那到城堡時代直接給二攻 那帝王時代是三攻 所以這個克勞德選這個文明的話 一開始就這個刺猴的優勢 而且攻擊力會非常高 如果這個封建時代打得夠久的話 可以考慮點一下品種 提升一下這個刺猴的血量 就會讓他更有殺傷力一點 因為其實刺猴這個單位 在封建時代如果點品種的話 傷害力是非常強大 直接多20滴血喔 哇那個非常難慘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橘色 橘色選的賽爾特人外加 那如果外加部分打工兵 通常是會輸給對手 那這邊天空熊選的賽爾特人 天空熊 昨天還在跟我直播內 聊天 打AI 但是這個比賽是3月5號的 今天是3月11號 沒事沒事沒事 我突然想起來 這不是他今天打的 天空熊也是我一位非常好的一位朋友 那他的死令應該是警次魚喔 大概是雲大的 警次雲大而已吧 但我也覺得小葉他們也很強 DS也是 所以這個台灣前三強 對我心目中的排名是克勞德 然後再來是天空熊 但其實天空熊跟克勞德 兩個有點不分上下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個人排名 大家聽聽就好 我個人還是會比較支持我朋友一點 有私心在的 那我覺得天空熊他的打法比較特別 就是他不會用一個常理的觀念喔 去玩一個文明 就比如說你都覺得外加都要出公兵文明 但他偏偏不選 他選了一個步兵文明 賽爾特人 那步兵文明通常強勢 都是在帝王之後才會比較能打一點的 像什麼日本武士啊 暴勇士 就是維京紅戰士之類的 步兵文明都是帝王時代之後才會搶的東西喔 那賽爾特的文明也當然也是這樣子 他的帝王時代之後 投擲器啊 衝車奴炮 也是非常強大的 還有這個松蘭武士喔 都是不錯用的單位 那我覺得如果他這樣打的話 可能是要開稿 才會這樣打 好 那這邊克勞德直接爆了大量肉馬 直接開砍 好你們看這邊肉馬的攻擊力非常高 直接砍死了一村 這個就是馬扎爾的前期優勢喔 你看對方這邊異攻完全沒辦法點下 波蘭即使有這麼大量的經濟狀況也是很難點 哇這個田灑的好醜 天啊 哇這強迫症要發作了 九宮格不好好灑 很大了 九宮格沒灑好的波蘭 沒辦法稱為波蘭 好 你看克勞德現在憑一擊之力喔 去拖延對手外加 那目前對手外加越南喔 這邊弓兵也有出 其實不知道他的弓兵在哪 在這邊 然後需要去找天空熊 但天空熊這邊幾乎大死搶為死了 打一個超級防守 那克勞德這邊就是盡量鑽個漏洞進去到後方 燒到這些村民喔 讓對方增加他的手術喔 要一直花費他控制力 沒辦法專心在這經濟上調配喔 那這個就是克勞德跟天空熊的一個聯動喔 我覺得他們的打法算是蠻配合的 都可以知道對方的意圖在想什麼 所以他們的合作來說都是一直都是很完美的 對我來說看他們比賽是這樣子喔 目前天空熊是直接一個大圍死 但是中間的部分可能要小心一點喔 當然中間這裡有箭塔喔 短時間內是不會被突破喔 但是這邊木場的部分 當然可能要再補牆一點會比較好 但沒有關係喔 第一時間他也是要趕快去把對方的魚船給擊破喔 目前天空熊是打海沒有打工病的關係 那魚船的部分也一直出 那後面的燒船把對方這個河道的魚全部燒光了 那對方沒有辦法有這個捕魚優勢喔 這是相當關鍵的 這是天空熊比較一個細節的地方喔 他就是不用常理喔 常理就是要出工兵外加嘛 但是他不要 他就是不出工兵 然後直接出一船燒爛 但是這也是有海的地方喔 才可以這樣打 這也是我很喜歡天空熊的遊戲風格的關係喔 那這邊防止可能會打破 台灣A隊克勞德這邊防守要怎麼打呢 那由於沒有天空熊出工兵的關係喔 這邊基本上只能靠克勞島一個人解決了 這邊克勞德第一時間過來想要去解後方的工兵 但是下方的工兵也是直接回頭開打 之後也是回來補一下 但這邊數量實在太多 這邊開打起來可能不太好 而且克勞德這邊沒有品種 沒有品種的話這一波打下去可能會打輸 好這邊直接地方直進來了 高的這邊要守住可能要插劍塔 可是他這邊已經 要上10代了嗎 我看一下也沒有 他這邊點個4級 點4級是要買賣一波嗎 看一下喔 這邊直接上了硬打 但是工兵傷害還是很高 所以自己本身也沒有太多的一個血量 雖然有預防 但是血量不夠多 抗得不夠久 好克勞德這邊有點尷尬 好但是沒有關係 隊友 黃色法蘭克騎士已經過來拯救了 哇這一波拯救的夠好 克勞德用最後自己的刺猴 阻擋對方的一個進攻 等待對方騎士來了之後 馬上解掉了這一波 刺猴加工兵的聯軍 哇台灣這邊聯動打得非常好 好那法蘭克強大經濟優勢已經顯現出來了 這個中島的時間 這個可以出到這個 騎士出來幫忙擋了 好那目前河道方面呢 是由台灣A隊全面拿下了 目前巴西B隊 他的河道是完全沒有任何一艘魚船 那這些魚呢 都通通由台灣A隊全部拿下了 海域全部吃光 好那這邊來了 天空想要來打直層了 直層生頭 那這招來說是賽爾特人 比較算是專屬打法的 也不算專屬啦 就是比較強勢一些的 就是因為他的賽爾特人 是伐木速度最快的文明 所以他的木頭自然量就會多 出工程器來說是比較便宜一些些的 而且他工程器本身攻擊速度又快 那就加上森呂的話 森呂又可以阻擋騎士來拆工程器 再加上自己槍兵移動速度也很快 帶來他的步兵移動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打生銅戰術是首選 那生銅戰術最難解的地方就是 你不管出什麼都很難打 基本上只能用投車跟對方戶投 但是跟對方戶投的話又有可能會投輸 因為對方攻擊速度比較快一點 那有人說啊那這個打法要怎麼打呢 那我覺得最簡單的打法就是 直接爆大量長槍兵喔 直接淹過去喔 再配一些肉麻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或騎士也可以 那騎士的話可能會要注意一下對方的一個僧侶 所以我覺得刺頭會更好一些 好那天空熊這邊已經開始進攻了 河道全部吃完之後 開始直接 欸 偷抓一村 太狠了 帶一村 那這場比賽是我頻道被盜的時候打的 所以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現在很期待喔看這場比賽喔 台灣A隊接下來的比賽 我都是會繼續關注的 那如果想要繼續看台灣隊有沒有進擊的話 也記得大家要訂閱這個頻道 那我會繼續播報這個賽事喔 看一下台灣隊可以打到哪裡 好那下方這邊 補列甸加 阿不是 伊索比亞 加上這個法蘭克的聯軍 直接要殺了進去 台灣A隊要面臨的是博更帝的重裝騎士 加上補列甸的奴兵喔 那這邊補列甸才剛上到城堡時代 工兵升級還沒有升 還可以按下而已 二級色還沒有點 這個時間點喔 看一下台灣A隊可不可以打出一個破口出來 這個時間點這個timing點可能有機會喔 稍微看一下 結果選擇撤退嗎 看到補列甸上時代了 好 那目前 天空熊直接用頭車砸出了一個大洞出來 開始要來直擊對方TC喔 那越南這邊感覺經濟有點慘 由於沒辦法有捕魚的關係喔 砸了非常多田 那這些田呢 也沒辦法讓他有一個非常好的經濟喔 經濟來說升時代稍微慢了一點 游捕魚的經濟還是比較好的 好 三台頭車打得速度非常快速 PC的血量掉非常快 左邊克勞德刺頭直接過來開砍一波 這時候他已經有品種了 血量65滴血 這時候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 跑速也已經點下 但輕騎兵的升級沒有點了 可能他覺得先不要投資喔 先出騎士比較重要 我也這麼覺得喔 欸這邊的時代是不是來不及升 還有979899 我還是可以升上去 後面有村民在修理 馬拉西B隊這邊順利的 順到了時代 但是這個TC看起來是 雙多極少了 後面槍兵也是非常難產 8隻槍兵加上3隻生魚了 這邊騎士過來的話 馬上被招躲 被戳死 那如果工兵過來的話 又會被砸死 或被奴套串燒 那這邊直接用大量騎士去追 越南文明這邊大量村民 唉呀 那家的波蘭可能有點尷尬了 波蘭這邊覺得有點難打 好這邊又要被招走 那我覺得目前8CB隊喔 如果要打贏天空熊跟Cloud這邊聯軍喔 唯一的辦法就是 波蘭專系農 然後農出了3TC不斷 然後大中原開一下 城堡插下去之後 點出這個貴族特權之後 再爆出大量的重裝騎士喔 再去反打才有機會打得贏喔 那除此之外 如果這個情況要打贏的話 基本上沒什麼可能 沒什麼可能 因為這個越南 這個越南國兵已經完全被短走了 天空熊直接在他的 TC原本的位置喔 蓋下自己的TC喔 那這樣一來喔 對方的農田會被天空熊直接搶走 這個戰術就會非常的好 直接拿走大量的木頭農田 讓天空熊經濟再更好一點 好那天空熊這邊持續再往前 這邊有個TC沒有看到 但沒關係這邊已經 不要再繼續去針對死人了 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我們要繼續攻擊活人 那目前 波蘭這邊的一個農田狀況 農田蓋得哩哩哩哩哩的 我看起來是沒什麼機會了 好那波蘭的優勢開始顯現出來了 好那這邊肉量來說 波蘭可能還是要再續一點喔 至少村民要破板 大家有可能擋得住喔 嗚~~又找到村民 好那這邊 直接按一些戰錘兵想要來擋嗎 二級房點下 還在安戰錘兵喔 安戰錘兵想要解這些 橙槍兵跟騎士還有投車 好但是也沒有太多時間可以留給波蘭喔 波蘭這邊肉量非常極限 那波蘭可能這邊要考慮喔 去停村去按騎士喔 所以比較好 這邊村民的消耗肉量也是蠻大的喔 但是如果一停村的話 經濟來說就會開始變慘 但是這波蘭手下來基本上他也沒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選擇點喔 那你這邊蓋這個箭塔也沒什麼太大意義啊 箭塔也是會被投車瞬間砸光的 好那這邊勝率好處是回來這邊還可以繼續補血 非常的激銳 就把克勞的騎士全補完了 那克勞的這邊二房沒有點喔 但是二公已經有了 已經是馬扎爾 二房點下了 剛講完就點了 好這裡我覺得是關鍵喔 這裡如果能打下來 基本上巴士一臂隊就沒有 沒有呼吸了 會直接量掉的 那下方部分我們就稍微不看喔 這邊來看一下大戰 散垂兵加散波蘭的重裝 就是重裝其實一般的騎士 這邊一致展開 兩邊血量掉的很快 但是天空熊加上克勞的聯軍還是有一定的優勢 這邊直接擋住 哇這邊重裝 槍兵加上騎士 這個這一面搶實在太厚死了 後方還有投車在輸出 波蘭這邊的聯軍直接被打爛 波蘭一個人能守下來嗎 這樣有人會說 欸那這個情況要怎麼打比較好 所以他剛剛應該是要趕快買一棟城堡 把這個城堡插在這個位置喔 把他主進的位置守下來 會比較好一點 那讓對方去進攻上面或是下方 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城堡來說 他們這個打法 遇到城堡是只能暫停的 那如果是遇到劍塔的話 還是可以硬 硬去把他拆掉的 這樣其實 劍塔蓋的效果其實不太好 像這樣子 硬拆也是可以拆掉的 啊 打這個 彩晃帝 好 那我們來稍微看一下下方 下方台灣A隊 遇到博弓蒂跟 普列典的一個聯軍 伊索比亞這邊工兵優勢 開始沒有 不太敢上前A 這邊數量好像沒有很多 普列典這邊數量是更多一點的 那目前如果普列典數量一多的話 就可以利用自己工兵優勢喔 那如果目前伊索比亞這邊要打贏的話 一定要工兵數量夠多的情況下 再去A會比較好 那如果現在這樣A的話也是可以喔 但是自己的騎士部分也是要夠多喔 畢竟對方的博弓蒂是城堡時代 就可以升級重裝騎士的關係 目前這樣兩邊互A的情況下 我覺得台灣A隊還是有機會 欸 怎麼GG了 台灣A隊拿下了勝利 8CP隊打出了GG喔 哇 沒想到 下方打的你來我往 有點五五開的感覺 但是上方直接被天空熊克勞倒 直接火力擊腳 直接端掉了對手 那對手可能覺得 這個越南選手可能有點難回來了 這個經濟有點慘 而且感覺快被攻入了 這個感覺也撐不太久 大莊園只要被一騷擾 波蘭的命脈就被斷掉了 波蘭是需要非常大量土地 去種田的一個文明喔 波蘭是沒辦法 有一個很好的經濟成長的 好 那我們這邊 稍微看一下台灣A隊的一個經濟 台灣A隊這邊經濟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法蘭克爾這邊經濟是最好的 接下來看一下其他的人喔 其他人的經濟來說也算是不錯喔 台灣A隊這邊經濟來說都是偏好 那克勞德這邊本來就是馬扎 經濟沒什麼加成的關係喔 分數本來就會低一些 跟伊索比亞也是喔 伊索比亞也是沒什麼經濟加成 但是工兵很強 那補列顛這邊經濟更差 這邊為什麼會那麼差 補列顛的話只有工兵射程喔 那如果他要經濟好的話也是要3TC開效 畢竟TC是半價價格 那我覺得由於補列顛打強軍師的關係喔 所以可能TC也沒開得非常認真 單TC開農喔 打到後面的結果 雖然伊索比亞下方可能會被打爛 但是法蘭克這邊已經升到帝王時代喔 直接勸退一波喔 不是勸退喔 不是法蘭克啦 是天鴻熊升到帝王時代喔 天鴻熊這邊怎麼升帝王時代的 哇奇怪你不是一直在瘋狂強攻嗎 哇天鴻熊真的很垂 哇很強很強 那法蘭克這邊可能上帝王時代還需要一段時間喔 畢竟前面一直在出兵 那我覺得法蘭克這邊打的有點讓我意外喔 我還以為法蘭克應該是會直接輾過去喔 但沒想到對方伯恩帝的重中騎士喔 這麼能扛 直接扛住了這個大把 直接扛住前面喔 讓弓兵一直可以輸出喔 這一點我是覺得蠻關鍵喔 8CP對這兩位選手可能真的蠻 蠻有料的喔 我覺得不列電這邊3TC比較晚開一下喔 也是因為他是想要賭一波 如果單TC如果沒打進去他就要直接投降了 因為他也知道隊友已經倒在一個狀況下 如果也不打對方異國打殘的話 那可能是沒希望喔 所以他才要這邊直接單TC 然後去狂暴攻兵喔 去做一個打擊動作 才有可能把這個戰軍扭轉回來喔 好那我們就繼續來看下一場比賽吧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8CP隊對上台灣A隊的對決 那這場是第二場比賽喔 那一樣喔 我們要拿到三場勝利喔 才可以做進擊的動作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目前8CP隊選擇的文明吧 那8CP隊選擇的是匈奴啊 匈奴的話這張地圖來說 並沒有太大的優勢 而且他不用蓋房子的關係喔 造成他一開始喔 碼頭來說會比其他文明喔 慢了一點才能開下去喔 對於匈奴這個文明來說 雖然前期會有這個問題喔 當然後期的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房子喔 那也可以造就讓他喔 可以省下非常多木頭喔 出這些戰劍喔 也是一個優勢在的喔 所以一開始比較偏弱一點喔 但是在游牧來說的話 我還是比較不推薦喔 選擇匈奴這個文明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黃色吧 黃色選擇的是高棉 高棉這個文明 海戰也沒什麼太大的優勢 應該是要拿來打登陸戰使用的喔 他這個異次元農田 讓他的肉採集速度很快喔 而且村民也可以躲到房子裡面喔 打登陸戰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接下來看一下下一個是青色 青色選擇是瑪雅 瑪雅的話打海戰沒有什麼特殊能力喔 但是他有這個資源有序的效果 打登陸戰的話可能也比較適合 不管是打老鷹啊或是工兵喔 都是有一定的優勢在的 接下來來看這個灰色 灰色朝鮮 朝鮮雖然海戰有這個龜甲戰船可以做使用 但是沒辦法當主力 因為他當主力的一個效果是比較爛一點的 因為他本身雖然攻擊力很高 但也動速度偏慢 而且被大量奴炮戰船擊破也是會非常痛的 所以射程很短 所以我很害怕對方的火戰船 或者是對方的這個自爆船 直接炸了一波 那在一開始城堡時代出個幾哨 可能會有點用錯 但是到了後期 出太大量的話可能就很容易被針對掉 並沒有非常好的一個效果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台灣隊 台灣A隊選擇的是薩拉斯倫 薩拉斯倫的話有這個奴炮戰船 20%的一個攻速加成 但是他本身這個文明 經濟來說本來就不好 所以要特別注意雖然有加成 但是戰艦數量很可能會輸對手 但是要打他到後期的話 戰艦效果的能力就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只要度過前期的話 我覺得對小葉來說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接下來看看這個 紫色 紫色哥選的是天空 欸是天空熊欸 紫色選擇西西里 西西里選擇的話 打海戰沒有什麼太大用處 但是打登陸戰來說是一個不錯的文明 這個城樓加上薩金特衛隊 十字巨中針這些戰術 因為他瞬間爆出大量兵來說是非常有優勢的 所以台灣A隊天空熊選擇這個文明 我覺得選的還算不錯 而且防守來說也是OK的 接下來看一下 我們台灣高手克勞德 克勞德選擇的是哥德 哥德的話絕對也是打陸地戰會比較適合一點 海戰來說可能沒有那麼強勢 而且他的也是步兵文明的關係 也是要到帝王之後才會比較有強勢之處 那在那之前哥德可能還是要趕快去農經濟起來 才能打贏 不然這個經濟來說可能會有點慘 哥德最忌諱的就是經濟起不來 然後就很容易打輸 因為他這個文明經濟異常 基本上就沒什麼優勢在 因為他是靠折扣去生活的 好接下來看這個 孟佳 孟佳阿倫最大特色是這個戰劍會回血 那觸之外沒什麼特別的效果 但我覺得回血能力已經很不錯了 好可以讓這些少量的戰劍一直慢慢回血 長期下來可以換到蠻多的血量 那孟佳阿倫的話其實經濟也不錯 他這個每升一個時代 每個TC都會產出兩個村民 可以這樣爆量產生大量村民 然後再用這個大聖佛教 這個村民人口數再減少一點 那產出更多戰劍來 整體而言 這個孟佳來說還是偏後期的文明 越後期他越強 所以我覺得台灣A隊只要狗到後期 能拿下這樣比賽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怎麼打吧 瑪雅這邊怎麼在暗運輸船 我剛剛想說奇怪怎麼會有一個 暗輸船 但我們台灣A隊也是有暗輸船 天空熊按了一隻 暗輸船 好那這邊稍打登陸戰了嗎 暗輸船出來了 好這邊刺猴在後方 好第一時間 這邊 要運刺猴嗎 這邊跑去打獅子 好這邊運了高綿 跟他自己的兩隻村民 然後再讓他的馬上去了 好這邊看起來是要打登陸戰沒錯了 那目前兩邊都要上到封建時代 我們這邊稍微快轉一下 應該精彩的部分是在後面了 OK這邊升到了台灣A隊的島上 這邊要在哪裡開下建築物呢 在這個地方 選擇了偏離海岸線的地方 這裡有個細節 如果你離這個岸邊太近的話 很容易會被對方的戰艦 直接被射爆這些村民 所以要盡量找到內陸一點地方 再開始蓋這些建築物會比較好一些 好這邊台灣A隊第一時間也發現 這邊有人打登陸喔 好這邊 這邊直接補下了馬舊 還有這個軍營 然後再蓋下了射箭場 那台灣A隊喔 天空熊這邊 碼頭有在出漁船之外 這裡可能等一下要挺一下漁船喔 趕快來出這個馬舊 去出這個肉馬來防下 那Cloud這邊選擇是 直接把家裡圍死喔 那這邊還沒有圍好 要趕快圍下 有有有有圍了 好 這邊也是按馬舊 這邊兩邊都要打馬的話 會有點難打喔 這邊對方是有出這個長槍兵在的 但是這邊工兵路線要成形喔 需要一段時間喔 雖然是雙射箭場開局 但是沒有預極射的關係 傷害還沒有到非常誇張的地步 天空熊這邊要守住的話 可能喔 數量可能要一直按喔 不能 不能斷肉 這個肉不能斷 村民不能斷 這邊斷村了 看到 哈哈 天空熊斷村了 這邊是斷村換肉馬嗎 有沒有可能 這邊打的還蠻不錯的 前面肉馬全部吃光 這邊天空熊肉馬數量其實蠻多的 後續的肉馬一個人過來 這邊一個低打高級硬吃傷害 這邊是雙馬就在出肉馬 所以這邊斷村了 那目前是由天空熊去爭取時間喔 那目前是由天空熊去爭取時間喔 從雙馬就暴露馬方數 直接去硬吃這邊工兵跟 刺口的一個傷害喔 那這邊可能是要讓克勞德喔 順利的上城堡時代喔 然後出騎士防守 跟騎士來說的話 還是比較 硬一點的喔 好 想這些工兵阿 或是長槍兵喔 刺口來說是效果不錯的 那我覺得80B最好不能這麼執著於打天空熊 可能要趕快去打 找他另外一家那一家 去做騷擾 欸 一講完就是往上走了 哈哈 那這邊一擊射也點下了 一擊射點下之後 工兵就會有殺傷力囉 就會特別痛了 然後克勞德這邊吃後被解決掉 把這個村民拉回去 這邊有肉 拿著肉村民趕快回家 OK 這邊撞TC 稍微被射一下 好 那克勞德這時候已經點下城堡 石彈喔 石彈已經點下了 而且也剩10% 那這邊過去要來直接打孟加拉 那我們目前稍微看看海戰部分 海戰部分 左右兩邊都是5開 但是孟加拉這邊 彈劍部分稍微撕利了一點 數量上有一點明顯的 不夠多的問題 好 那後方克勞德加上天空熊的刺頭過來了嗎 欸 克勞德的騎士咧 在後面 好 好 超越過來 這邊稍微減速一下 那為什麼海戰我要加速的原因 是因為 近期 打海戰打得有點久 那能看的東西其實不多 我會盡量 適時的去 減短一下影片的時場 好 不然影片太長大家看的也會蠻辛苦的 好 這邊刺猴在後方先讓騎士上去坦傷害 後方克勞德的騎士還在後面追工兵 但是天空熊的刺頭直接被射光 這邊第一時間把天空熊的刺頭全部射死 那這邊高敏的刺頭數量就有明顯的優勢 直接擊退了克勒德的騎士 那這一波81B隊打得蠻棒的 好 天空熊這邊點下來異防 村民也再繼續補回來 但是刺頭數量開始有點少 這邊要再繼續攻擊孟加拉 孟加拉這邊可能要再稍微圍一下 好 爹死圍 趕快圍 好 天空熊在這邊偷抓這邊工兵 但沒想到這邊工兵數量也太龐大了吧 這邊盾了非常多工兵 這邊可以打第二波了 那這邊有兩隻村民直接躲在房子裡 非常安全 天空熊應該是想要來去抓他的村民 但沒想到這邊盾了這麼多的工兵 好 這邊直接低掉木槍 兩隻騎士只要砍工兵 但工兵躲在這個... 仔腳處 第一時間騎士直接卡住 你要把第一時間輸出啊 哎呀 造成他這邊騎士有點失利喔 直接被解掉了 好 第三隻騎士滿血過來 可能就沒這麼好辦了 好 這邊帆頭打一下 這邊的刺頭直接解光 好 下方天空熊的刺頭也越來越多 來跟上了 那他們這邊主力部隊在這邊 第二波來騷擾進攻 直接把騎士給吃掉 克勞德這邊沒有專心的出騎士了 這邊我覺得克勞德反正打得很好 這邊直接3TC開弄是重點喔 天萬不能被對手牽著鼻子走 人家出這麼多兵 你也跟這麼多出這麼多兵 一定會有一些人會說 欸 人家都出這麼多 你怎麼不出這麼多 好 那是因為 如果他出這麼多的話 克勞德的優勢就打不出來了 我們剛剛講到 克勞德是非常需要吃經濟的文明 經濟一差喔 你不管前面打得多好 或五五開之類的 你後期還是很容易打輸對手 那最好方式是趕快把這個經濟農起來 然後趕快再去打一個步兵 或者是打一些特殊雜法 像什麼三色布丁之類的 會比較好一點 經濟來說絕對是不能差的喔 因為折扣這個東西 是你要有資本喔 才可以享有折扣的 你沒有這個資本 這個折扣享受不到喔 哥德的一個重點就是這樣子喔 好 這邊還下了一個工程師製造所 直接按下奴炮 好 盧炮燦燒效果其實不錯的喔 這邊打工兵傷害會蠻好的 那這邊天空手選擇了蠻多的刺火 刺火按了蠻多 而且這邊在品種還要等20秒 這邊他可能是在Q克勞德喔 欸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他品種好了再上 品種好像有8秒 那這邊盧炮也好了 剛好這盧炮也差不多時間好 這邊可以反打了 品種一好這邊剛好是個高地 直接做個反打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天紅熊這一波的反打打得非常的漂亮 第一時間把對手的刺火全部收掉了 那這邊工兵也只被包抄的關係 後方還有奴炮 直接損失殘重 第一時間要來趕快把這個奴炮給解掉 不然這會串燒效果太強了 但是後方的刺火一直在輸出 這邊大量工兵的血量直接被打殘 天紅熊這邊有血量的 刺火實在太硬了 65滴血 那這邊人家直接賺個小血的關係 那這邊奴炮呢 直接串燒 也是可以輕鬆解掉 Easy 哇台灣這一隊 台灣這邊解的很棒啊 那這邊要蓋衝車了 哇衝車直接開始嘟掉了 好那看起來巴西B隊這一波進攻 看起來要宣告一段落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一個進攻方式 哇這邊還點下拇指環 巴西B隊 馬雅 拇指環點下了 好小爺爺這邊來封鎖海岸線 讓對手沒辦法 村民繼續逃串 繼續蓋建築物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海岸線封鎖 建築物要蓋裡面一點 好這邊工兵一出來 第一時間把天紅熊的刺頭直接射死 克朗德會上去追嗎 好沒有第一時間上去追 但這邊刺火在監視對方的工兵的位置 那這邊下方可能要賭牆一下 看有沒有動 這邊洞補一下補一下 對方的騎士也過來 克朗德騎士也過來 但這邊直接被射到殘血 有拇指環射速非常快速 好這邊直接被射出一個洞進來 天紅熊一個人能擋住嗎 結果挖金礦這邊沒有走過來 反正是要走下去找小夜夜玩 找小夜夜但是這邊有封鎖好 可能會死個幾村 但沒有關係 這邊還有TC擋著 這邊稍微收吹一下 OK 騎士的數量慢慢補了過來 天紅熊 要靠自己了 克朗德在後面專心的在拆這些建築物 沒有時間去幫天紅熊 天紅熊這邊騎士慢慢補了過來 對方高點的騎士數量只剩四隻 還有五隻 攻兵是死的回頭射一下 後方可能要小心一點 他這邊走海岸線可能是要來抓漁船 但漁船其實都已經去補深海魚了 這邊可能要小心一點而已 天紅熊這邊的騎士越來越多 四隻騎士硬上 不太好吧 人家五隻騎士 這邊要至少先解決掉對方的騎士會比較好 好 稍微來看一下海岸部分 哇 結果匈奴居然打贏了 孟加拉 哇有點神奇喔 好 上方的這個火戰團想要從上面包抄 但是挪炮戰團第一時間擊壞了一個火戰團 而且就是挪炮戰團的擊火能力 而且這邊還有自爆船 直接炸了一波火戰船能輸出的空間非常少 而且血量掉的非常快速 這一邊孟加拉感覺有點慘 好 大家天紅熊回頭一看 這邊騎士直接上去包抄了 把對方的高免騎士直接吃光 剩下少量的弓兵也直接被捨到角落射射發的 這邊後面兩隻騎士過來做支援可能也沒機會了 天紅熊這波解的非常漂亮 直接解光對手 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也是三隻 OK可以解掉 那海戰部分 小燕燕打著朝鮮一直往後退 這邊小燕燕打得非常漂亮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打得非常好 好 那這邊直接被炸了一波 這邊怎麼會有兩隻火戰團在後面拖燒 正面戰艦直接選擇 物理 直接往下走 看看下面有沒有長戰艦之類 那目前看起來台灣隊的一個模式 也蠻好的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該農的都有農 3TC開農 3TC 3TC算是獅益力國的一個標準的一個 戰術 戰術配置 怎麼說呢 就是你不會3TC的話 就等於你不會玩獅益力國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我會一直很強調跟新手說 3TC一定要練起來 就是這個原因 不管你是新手還是高手 你要會的東西就一定是3TC 3TC不會的話 很難喔 去維持你後方出經濟啊 那些戰術選擇的一個發揮 你沒有一個基本功 就是這個經濟的配置的話 很難去發揮你所想要打的戰術 這是一個問題 3TC就是 像騎腳踏車一樣 你要學會騎腳踏車喔 才會去學摩托車這種感覺 不然你也可以直接學摩托車啦 只是會有點危險欸 就是這種概念而已 好 那碼頭這邊直接被封鎖 這邊沒有選擇在後面蓋城堡 這邊沒有後面蓋城堡的話 對方就可以戰艦一直射 這個碼頭很難續起來 這個戰艦數量 尷尬一點 但沒有關係 他在側面 就補下更多碼頭 天空雄這邊是要打登陸戰了嗎 哇有點像喔 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居然沒有 把村民拿上來 好這邊在運克勞者的村民 好 運他的這個場上兵 欸 欸 克勞者怎麼突然打海戰 山地王打海戰 好 天空雄在上面直接蓋了 馬舟 那順帶一提 CC的騎士 有這個 抗額外傷害的效果 那對於疾病的傷害 並沒有那麼痛 但還是會有這個額外傷害 我覺得CC的陸地單位 是非常難纏的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你蓋在岸邊的話 就很容易被對方的戰艦騷擾 好 所以盡可能的 要把這個建築物往內蓋 會比較好 好 但是克勞者這邊有出戰艦來 幫忙來打這個登陸戰 那戰艦數量其實是夠多 這邊有少量的槍兵 直接上來硬戳 哇 為什麼這個槍兵戳船這麼痛啊 好痛喔 天空熊這邊慢慢蓋起來 哇 連PC也安下了 這邊直接升個重裝騎士 騎士直接爆了起來 上方的戰艦部分 也是打了水生火熱 但是克勞者的戰艦也過來幫忙 哇 直接吃了非常多的自爆船傷害 那沒有關係喔 這邊是要來幫助 DS喔 把這個 弓夾的戰艦給蓄起來 好 天空熊這邊也進入到了一個發展期 分明來到114村 第一時間把騎士往上判 這邊匈奴的會看到嗎 有看到 好第一時間把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蓋得還不錯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有效抵擋 天空熊這邊進攻了 這邊扛個幾隻可能要撤了 後面還有森林在做刀翔 找到一隻 找到兩隻 算 好 但是瑪雅這邊應對也是非常快速 蓋一下非常多的軍營 然後蓋出了一堆疾病出來擋 然後呢 這邊的話 有疾病的話 天空熊可能會有點難打喔 基本上疾病 雖然打天空熊有外傷害 但是天空熊的騎士喔 打這個 擋這個疾病的傷害 也是有這個減免的效果 但最後還是會被疾病換光啦 小夜夜這邊直接海岸線去騷擾 這邊登陸戰 感覺天空熊占不到任何便宜 這個疾病數量太多了 但也很努力喔 四處亂竄喔 想要去找個突破口來打 給對手壓力喔 但巴西B隊這邊防守的還不錯 這邊再打個一波進去 直接塗個生旅 好 但是瑪雅的疾病也是慢慢趕上 左邊這邊也是有騎士 這邊疾病趕快過來解一下 下方的騎士也進不去 下面的大石牆已經被毒好了 中間這一波騎士沒有跑掉 空不過來 直接被吃光 哇這邊天空熊感覺很尷尬 騎士也直接往回拉 並沒有繼續途徑喔 這裡都殘血的騎士 好這邊再繼續往下走 看一下朝鮮那邊能不能打到點東西 但是要到朝鮮那邊一定會經過瑪雅 瑪雅家裡實在是太多疾病了 疾病到處跑來跑去 好感覺這一波登陸戰 並沒有打得非常好 要不要轉一下薩金特位隊友 來打一下比較好 好這邊有在轉唷練甲 看來還是要轉這個薩金特位隊 來擋一下比較好 好這邊先解掉巨型頭刺 來不及修回來嗎 哇這邊直接卡這個窄角 哇這邊卡得很不錯耶 直接守住巨頭 好這邊中文中中騎士停下來了 稍微砍一下但是沒有在砍村民啊 哇就在砍建築物 這個稍微也沒有空好 好那正面大量疾病加上高免的重中騎士 要來奪回這邊登陸戰的一個細節囉 這邊能不能守下呢 大金特位隊已經補下 這邊要蓋承認中心 這個是要拿十字軍東針的意思嗎 十字軍東針的一個效果 就是可以讓西西里的所有的TC 產出五隻的大金特位隊 直接產出來 好這個是直接補增 補強自己的極戰力的一個效果能力 但這邊感覺是蓋不太起來了 沒有錄定單位的資源 而且是沒有城堡 TC就算蓋起來可能也來不及 好這邊直接全部滴掉了 這邊果然看到方向不太對 全滴了 最後一個城堡可能也是要被拆掉 好來看一下天空熊 下方這邊小葉 好對方朝鮮出了龜甲戰船 龜甲戰船這邊稍微去前面躺傷害 這邊被拉的隊伍有點長 後面火炮戰船 左邊部分加著克朗德的火戰船的支持 孟加開始戰艦的部分也開始慢慢打贏的趨勢 好來看一下這個彈劍部分 這個火炮龜甲戰船其實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後面這邊反而是火炮戰船後面輸出非常爽 反而這邊一直砰砰砰砰砰砰 這個炮擊來說 火炮戰船還是使用性比較好 因為射程比較高 龜甲戰船的問題就是 手太短了 很慘 而且防護力也不是說非常高 還是被大量集火死得出還是非常快速的 被拆船速度超快 這裡很明顯超險的戰艦數量明顯減少了很多 沙拉森這邊火炮戰船繼續輸出打得非常痛 這邊有稍微走一下 我這個火炮戰船 但是弩炮戰船的攻速太快了 這就是我們說的沙拉森 前期沒什麼太大的優勢 但是中後期經濟狗起來之後 銀炮戰船的傷害就會非常可觀 目前看起來台灣A隊 孟加拉這邊的經濟慢慢續了起來 這邊海南互打的狀況看起來是穩穩的 沒什麼問題 這邊會不會爆了自爆船 炸了一波 這邊炸得很棒 這是重型自爆船 這個很貴喔 這個升級很貴的 這邊炸了一波 戰船部分損失慘重 兩邊都是血虧 目前綠色高敏 也是想要把海域拿下來 剛剛天空熊的登陸戰 已經宣告失敗 城堡熊被拆光 直接被移為平地了 但是天空熊在下方 又來打一次登陸戰了 天空熊這次的登陸打得非常漂亮 直接蓋下城堡 然後馬上補下3個TC 這看起來是要馬上按下這個時運動針了 後面有小夜夜的一個登陸戰的支持喔 直接幫忙 開批一條路出來 但剛剛由於是有打贏對方戰艦的關係喔 所以才可以這樣直接打過來 這個大型巾牌趕快拆一下 這個有點痛 炸光 好 他們A隊天空熊這邊登陸戰打得非常漂亮 這邊讓對手來個錯 來不及防守 這個瑪雅調助軍隊需要一段時間 並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抵達朝鮮的一個家裡 好 這邊實際運動針1號 哇 結果我兩個TC沒有產出 只有3個 這裡只有21個 好 大概4個 這個TC有產出實際運動針 尷尬 這名巨頭趕快按喔 有按嗎 有 巨頭趕快按趕快來拆城堡 那這邊有細節喔 這個城樓蓋好的話可以繼續產這個薩金克衛隊喔 這個城樓蓋越多喔 就代表是每個均勻的概念 只要這個薩金克衛隊越多起來就很難解了 好 這邊高敏的重裝啟示過來直接做防守 殲滅速度非常快速 但是後面這邊沒有攻城器械 巴西B隊能擋住這一波的登陸戰嗎 好 天火熊這邊可能要收村影一下囉 這邊直接殺過來村民開始在倒地了 哇 沒有收 尷尬 OK 這邊稍微還能繼續出村民 補一下這個劍塔的傷害 燈寶也是有在按這個薩金特衛隊 好 兩個城樓也是有按 那這邊小夜夜可能要再過來回救一下也比較好 欸 結果上方怎麼會有 哇 這個是瑪雅的戰艦啊 瑪雅的戰艦突然跑來打小夜夜啊 小夜夜這邊要保護好自己的火炮戰船 那後方這邊可能要拉一些戰軍過來守一下也比較好 好 看來是能夠擋下來 欸 這個是 克勞德的疾兵 哥德克勞德 疾兵開始在戳了 超頻的步兵直接城堡戰場 步兵就是要打後期啊 不能要幹嘛對不對 克勞德這邊登陸也是順順的起來了 均勻直接登陸 疾兵開戳 戳爛這些步兵 喔 戳爛這些馬 好 這邊再深入下去的話就要GG了 因為這邊是敵人的貿易線喔 這個貿易線對方不能守下來的話 他沒有貿易就沒有經濟 沒有經濟就沒有兵 這邊巴西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台灣隊拿下了第二場獲勝 哇 台灣A隊真的好強啊 登陸戰打的選擇位置也選擇非常漂亮喔 第一開始選擇這個位置可能是想要嘗試 可不建立一個殖民地或根據地做一個進攻防守 還沒想到對方直接暴兵直接撵了過去 那第二次這邊登陸打的有點有點太及死了 對方沒辦法反應過來 沒辦法第一時間反應過來 這邊都蓋了非常多的這個城樓做個防禦公式 第一時間沒辦法解掉的話 再傷到這邊 城堡再蓋起來的話 經濟全部爆炸 所有的貿易車隊都要面臨被射爆的一個窘境喔 哇 這個是台灣A隊打的非常漂亮的地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部分 經濟部分是孟加拉這邊經濟最好 哇 有點讓我意外喔 孟加拉經濟居然這麼好 那匈奴這邊也是讓我挺意外的 匈奴居然經濟有得到7萬9 有可能是因為他海戰疑似沒有打速度關係喔 所以漁船可以一直捕魚 所以經濟並不差 那其他人打登陸戰的話 經濟反而就會差一點了 那比較意外是朝鮮這邊分數有點偏低阿 有可能是小爺爺海戰打得很不錯 給對手十足到的壓力喔 這也是有可能的 好 那我們就恭喜台灣A隊拿到了第二場勝利 那我們就繼續來看一下第三場比賽吧 OK 接下來來到台灣A隊的一場巴西B隊第三場比賽喔 那這場比賽居然選擇的是千禧喔 千禧這樣地圖來說 會比較難打一點喔 因為這個蠻靠這個海戰的觀念喔 跟這個登陸戰的一個選擇打法喔 好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波斯 波斯是巴西選擇的喔 那我覺得這個文明選的很漂亮 因為波斯在海路圖來說的話 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基本上經濟來說都不錯 只要經濟一好就很容易打出優勢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他隊友 他隊友是選擇的綠色 綠色是這個馬力 那馬力的話是偏後期的話 那他應該是要來主打陸戰的部分 來這部分可能要靠隊友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青色 青色是選擇日本 欸 日本這個也選得非常漂亮 這個捕魚速度非常快速喔 但是前提是要海上能打贏喔 能不能打贏的話就有點看這個造化了 因為海戰沒有什麼太大優勢喔 好 那目前來看起來蒙古 蒙古打海戰也不好 那我覺得巴西B隊這裡選擇有點尷尬 他們是選擇了 有點算是半棄海打法 就是海我可能加減打一下 打輸就放棄喔 那能打贏的話還是要往中間打的一個重點方向 就是打輸就算了 但是如果打輸的話 很容易會被這個島嶼封鎖 就是我們上一部影片講到 這個島嶼封鎖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要創造地圖都是三一分推喔 一個人打海 然後上一個人打登陸戰 或是二二分推喔 兩個人打海 左右兩邊開打 然後直接封鎖 然後兩個人登陸喔 是比較穩定的一個打法 那目前巴西B隊喔 算是比較算是三一分推的感覺 就只會有日本打海洋跟波士喔 但波士也不一定喔 日本也不一定 這個有點微妙的一個局面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台灣A隊喔 台灣A隊選擇立陶宛 立陶宛的話有這個強大的獵提斯 但獵提斯的話需要撿生物喔 所以他第一時間可能要趕快上島 然後去找生物的一個位置喔 再來就是立陶宛在這個海戰圖來說 有一定的肉量優勢喔 可以讓他第一時間點下封建時代升級 所以一開始就多150肉 所以他升級來說 到封建時代沒什麼太大壓力 所以他也可以用力這個 利用這個優勢喔 所以第一時間去擊垮對方的漁船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紫色喔 紫色部分選擇 克勞者選擇的 那選擇是伯伯 那伯伯這個文明 在海戰來說也不錯 因為他的船艦速度有10% 那個戰艦的速度 移動速度的加成 那伯伯打海戰OK之外呢 打陸戰也OK喔 這個弱攻很強大 而且伯伯的 這個馬舟單位喔 還有減免的效果 所以打海跟打陸戰 都是非常漂亮的一個文明 而且這個弱攻也可以 康合對方的蒙古圖祭喔 所以我覺得克勞德這個選的 文明真的選得太漂亮了 更不愧是我們的台灣高手 頂尖高手 好 接下來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是選擇了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的話 海戰雖然沒有特別的強勢之處 但是他的陸戰特別的猛喔 不管是他的印度火衝 或是古拉姆 或是帝王駱鎖 都是一個不錯的效果選擇 基本上是對方出什麼 都可以往選Counter為去的一個狀況 當然是孟加喔 不是孟加 這個印度斯坦最近有被nerf了 尊敏的優惠被減免了 以前是黑暗時代減10% 現在好像變減5%而已 剛剛在前期的這個神肉的效果 沒有到那麼明顯 但是他到城堡時代 神肉還是蠻誇張的 畢竟3TC運轉 需要的弱量還是沒那麼多 所以他還是要主打一個 登陸戰的動作 而不是打海戰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馬來 馬來人打海戰就不錯了 因為碼頭有這個銀貫科技喔 海上霸主 海上霸主點下之後 碼頭就會自動射箭了 而且馬來人的漁船 漁網是三倍肉量 所以讓他捕魚的時場更久一點 可以省下更多資源 雖然海戰部分 沒有太大的特別強勢之處 但是經濟來說 可以讓他補正一些 經濟上的劣勢 可以出更多戰船 目前我覺得台灣A隊選的 隊伍都選得不錯 除了立陶宛在外加以外 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這感覺就算克勞德不打海也OK 感覺目前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先稍微加速一下 看兩邊要怎麼打登陸戰 目前兩邊都要到封建時代 第一時間上到封建時代的台灣A隊 果然是立陶宛 立陶宛這邊直接點下兩艘戰船的升級 開始要升戰船了 第一時間趕快衝 這邊就是往敵方家裡衝就對了 這時候灰色也已經升到了封建時代 這時候他應該心裡有敵了 對方也是有出戰艦 這邊是不是想要來封鎖 果然第一時間被對手抓到 戰艦出場位置 但沒有關係 立陶宛跟蒙古一樣 其實兩邊都經濟一樣差 所以大不了就是這邊 好像A隊 右邊的部分 海戰方面是55開 克爾認為55開的機率是偏高一點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方部分 下方這邊馬來居然被壓著打 雖然三艘戰艦血量有點慘 但是這邊是自家大本營 戰艦補充速度非常快速 只要沒有太大失誤的話 還是可以打得回來 結果這邊就失誤了一下 環境趕快往後拉 對方戰艦有一個 持足的力量 直接壓到對方碼頭 這邊完蛋了 這邊漁船可能要被燒了 這邊沒有選擇直接打漁船 而是直接繞到後方 想要來擠垮內加的經濟 直接打到一艘漁船有點賺 這邊再繼續繞 這邊就是要把兵往後派 比較好一點 那上方的戰艦也是在繼續互打的動作 那這邊漁船按鈕有點多 這邊 戰艦到後方給對手壓力有點大 這邊做個反打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邊可以抓一隻村民嗎 趕快跑一下 哎呦克勞德這邊反應很快 射光射光 呵呵呵 兩艘打三艘真的是有點太硬要了 那由於現在是前面兩邊都在打 結果印度斯坦這邊也是有打一些火彈船來防守的 但登陸部分已經完成了 已經開始上島了 第一時間上城堡時代的台灣A隊 也是由印度斯坦跟克勞德先行上島的動作 然後這邊第一時間是補下修道院跟TC 然後這個TC的位置蓋的也蠻漂亮的 直接蓋這個窄口 看有沒有辦法順利的進出 然後修道院補下的話 第一時間就可以防對方騎士過來做騷擾 這邊打的是赤猴不是騎士 欸這邊就打得有點小心機了 然後這邊雙修道院印度斯坦可能有點 鄭重下懷了 這邊赤猴是康特甄旅的 如果是這樣打的話 弱頭可能要多彎一點 才有可能比較好擋得住這些赤猴的進攻 這邊直接 哇戰艦數量越來越多 克勞德除了打海戰之外 陸地戰也是要準備開始進攻了 這邊其實我覺得台灣A隊很厲害的地方是 他並沒有讓所有的外加的工作全打海 內加也會出一些戰艦去幫忙 這個是蠻影響不到的事情 因為其實一般的打法都是蠻單調的 就是兩個人打海兩個人打內加 但台灣A隊這邊打的方法算是互相支援 所以現在海域上的一個優勢是非常明顯的 直接壓到對方的一個漁船地點 哇那這樣子確實可以做到非常大的傷害 好第二波戰艦也是到了海岸附近 那上方這邊戰艦也有這個奴炮戰團的優勢 這邊再繼續往前A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克勞德這邊開始蓋下自己的TC 在這個島上 那目前島上的開闢方式 是由這個印度斯坦開始展開開來 發明大量便宜也是很棒的 好那克勞德由於剛剛出了一些戰艦的關係 所以上導時間偏晚一些但沒有關係 海上的拿下來是相當關鍵的 好這邊三艘戰艦能換掉對手嗎 好射掉 再一發 再一發 實力 OK 收掉了 好那這邊就可以開始打這個漁船 但是對方也是出了火戰團來防守 好 燒掉一艘 第二艘能燒掉嗎 可以 第三艘可能沒辦法了吧 哇 一挑三勝四滴 這個火蒙桶直接變APP了 好 那這邊台灣A隊直接硬逼到了日本的中間這個位置 蒙古的戰艦似乎有點不太能撐得下去了 這邊需要靠一些日本的火戰團過來防守會比較好 但其實巴西B隊的漁船 只有外一家的漁船被收到一些騷擾之外 內一家的漁船其實都還是火的蠻大量的 好 那我感覺還是能打的 並不是直接硬倒的 好 那這邊中間開始也補下自己的TC 天空熊也上倒了 馬來人上倒的話有兩個方案可以選擇 一個是打強奴 再來就是打這個便宜大象 因為馬來的大象折扣是非常省的 所以天空熊這邊可以選擇兩個方案 強奴跟大象 那有人會說為什麼不打爪刀呢 爪刀來說的話影響力沒這麼重 而且還需要城堡才能幹 沒辦法第一時間做出大量的進攻方向 這是比較可惜一點的 這邊直接吃光 那我覺得這邊天空熊打這個肉馬會更適合一點 這肉馬這個大象 因為他自己海已經打贏了 你海都已經打贏了 就代表你肉很多 肉很多的話出大象又折扣 何而不為呢 對不對 那就要看天空熊會打馬吧 就打馬 打這個大象 好 這邊 要怎麼打呢 蒙古 那日本有點太專注在打海了 這邊克勞德戰艦也是有點多 好 這邊上島經濟開始慢慢好了起來 立陶宛這邊也上島開始開闢經濟了 基本上現在莓果都已經上島出了這個蒙古以外 蒙古這邊沒辦法有一個安全上島的方式 還在瑟瑟發抖 想要把這個海運拿回來 中間這個城堡能蓋起來嗎 這一個高馬力的城堡還是蓋起來了 天空熊這個TC有點危險 這邊再升個射程 TC就會被射爆了 然後這個TC往後開一下 好 那一樣還是以海戰為主 陸地上大家都在發展 這邊沒有一個太大的交戰之處 就是駱駝稍微碰撞一下 這個遺跡是要撿給立陶宛的嗎 這邊兩邊開戰 印度斯坦的洛杜還是稍微強力一些 最近攻速我這個20%加成 還是25% 攻速加成真是蠻誇張的 接下來這邊再炸個一波 火戰船補傷 三艘自爆船來了 炸 炸得很漂亮 空間這裡再炸個一波 哎呀這個直接被對方自爆船給引爆啦 稍微可惜了一點 台灣A隊還正開始有點失利了 可能戰交先重新集結一下 現在有點在下水餃的感覺 這邊直接提升個射程 那目前瑪莉的女飛刀手 飛刀女力的手來說的話 比較適合打步兵喔 那打路途也可以喔 那天空熊這邊TC直接被射 那這邊還補一個城堡 這邊是城堡狂壓欸 這邊打駱駝傷應該會蠻痛的 有點歪 而且這邊是高打低 哇很痛 啊飛刀女力的時候很痛 哈哈哈哈 哇這個 印度斯坦駱駝打得太痛了 哇這邊飛刀女力手 數量不夠多 沒辦法御秀操作 雖然傷害打駱駝也是蠻高的 但數量不夠多 這邊再多一一砍 駱駝看起來是直接量掉 這邊還是由克勞德的駱駝 拿到一點優勢 到底不是克勞德的 這個是 P R Y Z 的駱駝 好克勞德 年紀慢慢也好得起來 3TC 4TC運轉 好開始把一些島民 暈到本島上了 那天空熟的處境比較慘一點 沒辦法好好的發展 一直被對手逼近 那對手也是很努力 想把這個城堡給蓋起來 那就要看一下 印度這邊能不能阻止對手 對方一直有生侶 要阻止來說是有點偏困難 好 那天空熊海戰也是有在驅打 哇天空熊真的很忙 要一下打海一下打陸地 那還要再農經濟 這個遊戲就是這麼忙 好這邊炸得不錯 但是又是被推了回去 那蒙古這邊 終於找到一個安全地方 開一下了TC 但經濟來說還是偏偏落後的 經濟是最差65村的 那現在其他人 都已經有80幾村90幾村了 差距還蠻明顯的 然後天空熊直接 往左邊繞 沒有直接往後側 他到左邊這邊蓋 會不會抓包吧 哇這邊這個燒蛋起來 絕對被抓 被抓光光 這邊是想要靠戰艦直接打這裡嗎 有可能喔 這邊直接洗一個城堡 然後靠戰艦cover 有想法耶天空熊 還是喔還是喔 但對手以為他還是要蓋這裡 但並不是 還是要來蓋這裡啊 這裡有戰艦防守的 把這個城堡蓋下去 可以直接射掉一個 然後這邊鐵也被封印住 哇果然是這個位置 天空熊熱血開搞 既然你搞爆我TC 那我也搞你 互相搞來搞去 南上加南 然後這邊蓋一個小建塔 因為這邊已經投資了一個城堡在下面 沒有更多石頭 這邊想要來阻止城堡 可能有點困難 因為這邊村民數量其實夠多了 16隻 這個城堡蓋起來應該是時間超晚的問題 好這邊城堡要蓋起來了 城堡一蓋好 直接收村 也是要直接手撕這個建塔呢 中間部分 飛刀女獵手的速度量越來越多了 打駱駝的效果越來越好 那伊杜斯坦有人會說要怎麼打 飛刀女獵手呢 最好的方法是出這個火槍 那火槍電王時代要有 所以目前 要打飛刀女獵手其實蠻難打的 我幫你出公兵喔 就要轉公兵啦 那通常伊杜斯坦也不太會去轉公兵啦 那現在轉古拉姆也不行 因為他這個並不是公兵單位 拿起來會有點痛苦 飛刀女獵手最好的克制方式還是出公兵 或是火槍 欸剛剛他已經帝王時代了喔 不好意思 那這邊看一下 就要出一下火槍 射一下飛刀女獵手 不然直接出印度斯坦的帝王落火 直接上去運扛也是可以 可是被飛刀打還是有點痛 好 天火熊這邊城堡步步逼近 這些村民被射有點痛 不小心 最近抽屍機也開始要拆了 這邊波斯直接3TC被弄爆 經濟會很傷喔 基本上波斯就是在靠TC在存火的 當打下去沒TC就直接爆開了 印度斯坦這邊沒有轉火槍有點尷尬 對方擊兵過來 一過來就完全打不贏了 這樣出火槍的話 飛刀女獵手跟擊兵都打得贏了 怕血有點嗎 有要轉嗎 看一下 看起來是沒有轉 尷尬他這樣子會被壓著打 好 中間地方也是城堡 爆炸大戰 好 列提斯終於出來了 那列提斯 欸 列提斯居然有遺跡欸 哇 三個聖物 應該是隊友給他的 三聖物 然後直接開始 開始開戳 好 那伯伯這邊也點一下金瑞洛攻 打洛攻的話效果會很好 打這個廢盜女獵手啊 或是擊兵喔 洛攻就是首選 那看來印度斯坦不用轉出帝王駱駝了 好 天空雄在後面直接開稿 城堡也蓋起來 幫城堡給的壓力很大 城堡再繼續逼近 左邊這邊很慘 波士在城堡時代 沒有居民投資機可以使用 這邊天空雄沒有打 沒有打大象 反正是打一個寶錐 好 趕快速升帝王巨頭開拆 好 那由於海戰實力的關係 蒙古的島已經開始被封鎖了 那目前打海放棄了 後面也是喔 這邊日本也是放棄打海 所以海域上目前是被台灣A隊拿下了 但是大家都已經跑到中間了 如果中間這邊 8CB隊還不能拿下點優勢的話 可能就要打出GG了 這邊帝王駱鎖也出來了 哇 160滴血了 8加1 弱宮也出 弱宮看到蒙古圖記 看著看著就笑出來了 直接Counter 這邊波士直接被天空雄三層寶打光 弱宮太狠了 大量低王駱駱駛直接上面 開吐 金陣劍直接爆炸 在這邊有波士弓兵 不用錢的 只需要木頭就可以採個弓兵 打落出來是蠻痛的喔 這邊蒙古圖技完全對這些弱攻沒有什麼辦法 只能且打且退喔 不能直接正面硬剛 烈提斯在上面也是塗了一大票的一個屍體 哇烈提斯無雙打的還是蠻強的 好 左邊看起來天空熊繼續在途徑 但是4C也算到帝王時代了 這個巨頭也在開拆 那留給天空熊時間不多了 但也沒有關係 其他三家目前是往內路在推的 這邊天空熊只要再繼續騷擾 爭取一點實際上一換一 也不會說是太虧的一個狀況 而且現在台灣A隊友有明顯的一個優勢在喔 村民上也是零線50村左右 這邊弱攻只要一直有劍在的話 基本上台灣A隊的一個進攻喔 是不會被減弱的 這邊疾兵可以大量直接被射光 坐頭直接上面硬扛 好 城堡掉了 後方的大戰這邊能打得下來嗎 這邊有後面非常多的飛刀女獵手在後面輸出 但這邊基本上只有瑪麗一個人在扛 日本的疾兵全部倒光 現在瑪麗現在1打2 後面弱攻傷害非常高 直接射爆了一隊駱駝 弱攻傷害很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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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加42攻傷害 現在駱駝直接被打爆 巴西隊打出了聚聚 恭喜台灣A隊拿下了3場0比3直擊巴西B隊 恭喜台灣A隊 哇 台灣A隊 比我想要中的更強大 哇 沒想到這樣 就直接淹過去了 海戰也打贏了 這個選擇真的是蠻給力的 果然是打帝王駱駝加弱攻 直接稱霸主戰場 基本上對面的蒙古圖技 沒辦法好好發揮 瑪麗的雖然有彪悍精神 但是她也逼不得已 要出一些飛刀女獵手去 來扛這些駱駝的傷害 不然這個帝洛絕對是打不贏的 後面雖然有日本可以出擊兵 但是遇到弱攻也是沒辦法 基本上弱攻就是 全部counter這四個文明的核心重點 所以導致巴西B隊 並沒有太大能力去抵抗這坨弓兵 你看這坨弓兵死扎死打的有43隻 你要懂得去殲滅就是個問題 而且卡域上方便就是全島被封鎖的狀況 本島也是被打了一些東西出來 天紅熊後面這一波後路士實在太強了 後方直接殺了三個城堡 拆了三座TC 大片農田跟石頭直接搶下來 這塊黃金也是 我覺得天紅熊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後面再轉出槍弩來也沒問題 馬來就是打槍弩跟大象就是很強 這個打法我覺得是非常讚的 nice 這個後面城堡抽襲戰術真的覺得非常精彩 好了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要幫我按下訂閱 最近的頻道終於拿回來了 也會再繼續日更Cd5的頻道 最近會開啟一個新的節目 就是我會開始分享一些 玩家們在我的DC上面投稿的一些問題 如果你們可以在上面發問要怎麼變強 我會直接看你的RP 然後做一個影片 直接去做個講解 雖然我可能不是最強的 但是基本的一個打法跟知識是有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希望可以我教你們的話 也歡迎大家在我的DC上面 做一個上傳RP的動作 再問一下要怎麼打 我會稍微解釋給你聽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